移民与关卡局在乌兰火车站的关卡 推出了10台自助通关设施 通关的时间缩短了一半 移民局表示 新设施比现有自动通关通道更省空间 来看记者李雨婷的报道 先扫描护照 验证红膜和脸部生物特征后便能通关 这个自助通关设施 今年3月起在乌兰火车站逐步启用 它就缩短了那个等待的时间 就走得比较快了 没有讲读 这computer line应该比较快吗 当有可使用的通关设施时 入口屏障就会打开 让公众进入这一区使用通关设施 在扫描护照和验证生物特征后 则可以来到这个出口屏障 再做个身份的验证 就算完成手续了 10台自助通关设施 取代了4个人工柜台 通关时间将会从原本在人工柜台的 45秒缩短成24秒 移民局会继续的创新及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 由于设施和空间有限 移民局无法再增设通道 本地居民长期准政持有者 以及已加入自动通关计划的旅客 都可以使用新设施 当局将在年底前 让符合条件的首次到访者 也能在火车站加入自动通关计划 乌兰火车站的关卡每天有多达1万名乘客 办理通关手续